对于尚未正式确定的人物角色 又或是确定了这个角色的外貌和设定 但为了增加角色的神秘感 韦婷都喜欢用黑影人来代替他们的形象 比如早期东海片章中约瑟夫口中的王下西吴海 没因为这七个人全部都是见识 但结果出来之后却没有一个符合黑影特征的 另外还有很早就出现在卡普心目当中的四皇 红发和白胡子由于登场早 婦儿外貌形象方面已经完全设计完毕 但凯多和大妈就不一样了 当时由于漫画剧情还没有涉及到凯多大妈 婦儿他们登场之后和黑影形象完全不一样 由此可见韦婷当时并没有想到如何设计他们 婦儿才选择用黑影代替 比较幸运的是这些黑影人物全部都已揭晓 有些角色虽然登场早 但他们的黑影形象至今都是威胁之谜 比如天才科学家贝加庞克 他本人初次登场于漫画第五十卷的485画中 五十卷的发售日期是2008年6月4日 也就是说贝加庞克已经登场有14多年了 我们依旧不知道他长啥样 另外还有海军大将绿牛 初次提到过绿牛的人士多弗朗明哥 之后黑影形象出现在漫画第九十卷的905画 漫画发售日期是2018年9月4日 算下来也要马上接近五年时间了 另外还有五老星的老板姨姆大人 登场之事也只是录了一团黑影 顺便加了一个演技 其他情况完全不太清楚 虽然这些黑影人物很有讨论度 且很吸引观众 但是阿金却成为了黑影的受害者 每次登场黑影角色之后 必然会有人猜测说此人就是阿金 当漫画剧情进展到何之国后 韦田忽然之间创造了大量黑影人形象 这些黑影人都是已经设计好的 但韦田为了增加这些角色的神秘感 就是不肯揭晓他们的真面目 最终导致阿金一次又一次 莫名其妙成为神秘黑影人物 比如出现在传次郎回忆当中的光月时 又或是出现在警卫们回忆当中的光月月天 以及阿修罗同时 这些角色的黑影出现后 观众们立马开始猜测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 但是没过几话 这些黑影人物全都露脸了 并且和黑影上面的形象一模一样 另外还有陆飞被观劳方时所遇到的黑影人物 当时他的一番举动成功引起了陆飞的注意 很多人都猜测说这个黑影很有可能是陆飞认识的人 但是之后黑影人物不到几话就揭晓了 原来是志向九霞当中的河松 之后就连百兽海贼团的大汉版也成为了黑影人 因为无法得知其真正的面目 故而阿金再一次成为黑影受害者 之后山智在和之国卖面的时候 也有黑影人一直盯着山智 导致大家都以为阿金终于要出现了 几位黑影人物 揭晓后分别是黑炭大师以及CP0 还有出现在和之国普通民众心中的神秘女性黑影 那便是光月遇见的女儿光月日和 之后还有放走楼的神秘黑影人 虽然没有揭晓 但大概率是德雷克 另外还有鬼道大学战中在烟雾中忽然冒出来的黑影怪物 揭晓后则是百兽海贼团的蛮霸子 还有隔着窗户聊天的几位百兽海贼团黑影人物 揭晓后则是飞六包 之后还有出现在志向九霞身边 帮助其治疗伤势的神秘黑影人物 当时很多人看到那个大大的耳垂后 居然一下子联想到了艾里路 可见这里面的误会实在是太深了 虽然伟天目前还没有揭晓这个黑影人的身份 但参考之前牢房当中神神秘秘的合松来看 此人大概率是光月日和 当这位神秘黑影人治疗完吃笑九霞的伤势后 房间外边又出现了一位神秘黑影人 之后揭晓后原来是堪侍郎所绘画的光月雨天 另外还有长大后的陶之柱黑影 目前还未公布具体模样 变成成为人兽形态的凯多黑影 之后不到企划立马揭晓 还有出现在和之柏附近的黑影 揭晓后居然是相主 当正是漫画剧情中的黑影已经数不胜数之时 漫画飞夜故事中居然又出现了两位黑影人物 虽然很难猜测出他俩究竟是谁 但不出意外再过企划就会马上揭晓 除了黑影人物之外 还有利用面具这种最为原始的遮脸方式 比如初次登场的凯多儿子大和 多次被他人物会成为了阿金 还有百兽海贼团大看板镜 也是戴着面具死活不露脸 最终导致观众已是把阿金的脸给披了上去 由此可见万物皆可阿金是有多么的离谱 当年阿金初次登场于漫画第六卷 第四十四画的第十九页 漫画第六卷的发行日期是1998年12月3日 24年过去了 在海贼王漫画即将完结之际 留给那个男人的黑影人物已经不多了